好,现在呢,我第八圈,第九圈已经勾到最后了 我们第九圈勾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这一圈就不需要引拔了 我们把最后一针给勾好 好,现在已经勾好了 我们可以数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第九圈勾好了 然后呢,我们这里就不需要引拔 我们绕线,里一,二,三,里三个辫子针 然后我们把这个织物翻转过来,朝右边转啊 然后我们绕线 我们看一下,这里现在这个三个辫子针就相当于一针了 然后我们这里,这里这一针空下来不勾啊 我们在这第一个洞里面不勾,在第二个洞里面勾 勾长针,对应的勾长针 好,这里,呃,现在这个立,这三针就相当于一个立柱了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三针给它扣上 这个三针上面啊,给它扣上记号扣 三针,第三针的辫子针上给它扣上记号扣 嗯,我们到等一下过来的时候,勾过来的时候要在这上面勾 然后我们绕线,在这每一针上面 每一针上面都勾一个,勾一个长针 这里呢,嗯,我们就是这样以后就是来回的勾了 我们现在勾好的这个后面是这个帽顶是那个后脑勺的部分 现在我们就这样来回的勾 因为后脑勺我们要留一个,留一个地方开叉 嗯,就是脖子那里 现在就一针对应一针的勾,还是不加不减的勾 勾到最后我们再来讲 我们就从这边,从这边,然后一直勾勾,勾到这边的之后我们再来讲 好,我们现在勾到最后了 勾到最后这呢,我们这一圈还是要翻转过来的 我们立三个辫子针 立三个辫子针,然后还是向右转 向右转,然后我们绕线 同样是把第一针给空出来 然后我们开始在第二针上面勾 嗯,这样 我们还是要拿出记号扣啊 拿出记号扣在这个辫子上 给它空一下 这样就好找 因为三个辫子上不太好看 我们再在三个辫子上给它扣上记号扣 然后我们就是来回这样的直 来回的直这里就是,嗯,这里有个分叉 这个地方就是到时候就是在脖子的位置 我们就一直这样的勾 勾 勾不加不减的长针 后面呢,帽子主体后面都是一样的 不加不减 大家这个帽子的头围 帽子,可以根据宝宝的头围来加减针 如果头围没有那么大,可以减针 头围大一点的话,可以加针 我这个就是适合半岁则有宝宝戴的 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啊 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加针 或者是,嗯,决定来要勾得好针 勾得好牌啊 我们就这样一直来回的勾,勾到最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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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一个迪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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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 全民线 prod季 ory cry k 说 啊 че 啊 ki 感谢观看